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讲话 就香港国家安全立法 新冠肺炎疫情经贸的问题 对中国无端指责 宣布启动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政策的程序 终止部分中国学生学者入境美国 调查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的不同做法等 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美方领导人对中方的种种指责 完全罔顾事实 所宣布的措施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中美关系 赵立坚强调指出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中国全国人大就借力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做出决定 目的是弥补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国家安全法方面的缺失 维护香港长期稳定繁荣 中国全国人大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做出决定 以便更好的贯彻一国两制 维护香港长期稳定繁荣 任何外国对此都无权干涉 也不应干涉 美方对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横加干涉 完全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是注定要失败的 一个时期以来 美方以莫须有理由恶意打压中国企业 现在又威胁调查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 并出台措施限制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签证 对此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也予以了回应 此外赵立坚还强调 中方将坚定捍卫资深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美方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言行 都将遭到中方坚决回击 美方阻挡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 注定不会得逞 发言人表示中美合则两立斗则俱伤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摒弃冷战联合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